然後今天要講的題目第三十題就是 題目就是甲時速4公里 然後乙時速3公里 然後車站到學校24公里 然後現在兩人同時從學校走向車站 問多久之後兩人都可以到達車站 就是都到達車站 所以現在我畫這個速限啊 這個就是車站 從學校到車站的距離24公里 然後他這裡已經講說甲4公 就講那個時速4公里 然後乙的時速3公里了嘛 所以我們就直接 因為永遠的公式就是 你只要記說距離等於時間乘以速率就好了 反正他都一樣都沒有 變速率問題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可以用24除以3等於8 就是距離除以速率等於時間 然後這個距離就是學校到車站的距離嘛 可是你剛才想問為什麼他會用乙的速率 不是用甲的速率 因為那個乙的速率他比較慢 然後甲比較快 甲在到這個車站的時候 乙還在走 所以這樣子對兩個不是公平 沒辦法算是正確的到達時間 所以我們用3 用3就是乙的速率來算比較好 所以8就是他的到達時間 所以就是這樣答案就是這裡 就是8要8要講 這也像剛剛陳婷筠講的 他說速度呢就是 那個距離 對距離等於時間乘以速率 等於是速率乘以時間乘以速率 然後之後呢 他剛剛講到一關就是說 假如說兩個是往同一個方向移動的話 那他的速度會減 就是你可以想說 那你跟你的朋友在跑過的時候 你跑得比較快 或你跑得比較慢 那你可以看說你的距離會慢慢拉開 而且是怎麼拉開 好那謝謝剛剛陳婷筠的講解 那換一下 謝謝大家